我母亲 Sepúlaláhi min as shangitaolandir rajim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im類rui 这些是包含智慧的经典的接吻 难道人们认为这是怪事吗 我曾启示他们中的一个男子 你要警告众人 要向信士们报喜 告诉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 他们有崇高的品位 不幸道者曾说 这却是明显的术实 你们的主却是真主 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 然后升上宝座处理万事 没有一个说情者 不是先得到他的允许的 他是真主 你们的主 你们应当崇拜他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你们都只归于他 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 他却已创造了万物 并且加以再造 以便他秉公地报仇信道 而且醒善者 不信道者将因自己的不信道 而饮沸水 并受痛苦的刑法 他曾以太阳为 发光的 以月亮为光明的 并为月亮而定烈速 以便你们知道立算 真主只以真理而创造之 他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 昼夜的龙流 以及真主在天地间所造的森罗万象 在客戟的民众看来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不希望与我相会 只愿永享 今世生活 而且安然享受的人 以及忽视我的种种迹象的人 他们将因自己的阴谋 而以火域为归宿 信道 而且秦善的人 他们的主 将因他们的信仰而引导他们 他们将安居于夏林祝贺的幸福园中 他们在乐园里的祈祷是 我们的主啊 我们赞美你 他们在乐园中的助词是 平安 他们最后的祈祷是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假若真主为世人速降灾害 犹如他们给予求福那样 他们的大限必已判定了 但我认随那些不希望与我相会的人 徘徊于其残暴之中 当人遭遇灾害的时候 便握着或作恶着或站着向我祈祷 等我解除他们的灾害后 他们就继续作恶 仿佛不曾取求我解除他们的灾害一样 过分的人是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的 在你们之前曾有许多世代 他们祖宗的使者 既昭示了他们许多名证 而他们忍心不意 不肯信道 我就毁灭了他们 我这样报应犯罪的命中 在他们灭亡之后 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的待遇者 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 有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 那些不希望与我会见的人说 请你另拿一部古兰经来 我修改这部古兰经 你说 我不至于擅自修改它 我只能踪从我所受的启示 如果我违抗我的主 我的确畏惧众待日的刑罚 你说 假若真主抑郁 我一定不向你们宣读这部经 真主也不使你们了解其意义 在降世这本经之前 我却在你们中间度过了大半生了 难道你们不明理吗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或否认之迹象的人 有谁比他们还不一呢 犯罪的人一定不会成功 除真主外 他们崇拜那些对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 他们说 这些偶像是在真主那里替我们说情的 你说 难道真主不知道天地间有此事 而要你们来告诉他吗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 他超乎他们在他之外所崇拜的东西 人们原来是一个民族 此后他们信仰分析 假若没有一句话 从你的主预先发出 那么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必定获得判决了 他们说 为何没有一种迹象 从他们的主降临他呢 你说 优选只归真主 你们期待吧 我确实同你们一起期待着的 在众人遭遇灾害之后 当我使他们尝试恩赐的时候 他们突然图母诽谤我的迹象 你说真主的计谋是更迅速的 我的使者们却以记录你们的计谋 真主使你们在路上和海上旅行 当你们坐在船中 乘送风尔航行 并一风尔兴起的时候 豹芬向船膝来 波涛从各处拱来 船里的人猜想自己一辈包围 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 如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 我们必定感谢你 当他拯救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突然在地方上 无理地侵害他人 人们啊 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自身 这是今世生活的享受 然后你们只归于我 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今世的生活 就像是从游中降下雨水 地里的荷苗 既人和身序所吃的东西 就因之而繁茂起来 直到田地穿上圣装 打扮得很美丽 而农夫猜想自己可以获得分修的时候 我的命令在黑夜或白昼降临那天地 我使乌骨只留下茬 仿佛心境没有中过庄稼一样 我未能思维的民众 这样解释许多迹象 真主招人到平安的住宅 并引导其所抑郁的人走向正道 行善者将受善道 却有余庆 脸上没有黑灰和忧色 这些人是乐园的居民 将永聚其中 作恶者 每作一恶必说同一样的恶报 而且脸上有忧色 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对抗真主 他们的脸上仿佛有黑夜的颜色 这些人是火郁的居民 将永聚其中 在那日 我要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 然后我对乙物配主的人说 你们和你们的配主站住吧 于是我使他们彼此分离 他们的配主要说 你们没有崇拜过我们 真主 足为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见证 我们的确忽视你们的崇拜 在那时 个人将考验自己生前的行为 他们将被送到真主 他们真实的保护着那里去 而他们所捏造的 已回避他们了 你说 谁从天上和地上给我们提供给养 谁主持你们的听觉和视觉 谁是活物从死物中出生 谁是死物从活物中出生 谁管理事物 他们要说 真主 你说难道你们不敬畏他吗 这是真主 你们真实的主宰 在真理之外 除了迷雾 还有什么呢 你们怎么颠倒是非呢 你们的主的判决 对放肆的人们落实了 他们毕竟是不信道者 你说 你们的配主 是有能力创造万物 而且加以再造的吗 你说 真主能创造万物 并且加以再造 你们怎么混小黑白呢 你说 你们的配主 能导人与真理的吗 你说 真主能导人与真理 是能导人与真理的 更易受人崇拜呢 还是须受引导 才能遵循正道的 更易受人顺存呢 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 他们大半只凭猜想 猜想对于真理 是毫无提议的 真主却是全知 他们的行为的 这部古兰经 不是可以舍真主 而伪造的 却是真主 降世来正式以前的天经 并详促真主 所制定的 绿裂的 其中毫无意义 乃是从全世界的书 所降世的 难道他们说 他伪造经典吗 你说 你们就是你 做一账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们就应当 舍真主而呼吁 你们所能淤情的人 不 他们否认 他们所谓通宵 而积极是尚未降累的经典 在他们之前的人 曾这样 把他们祖宗的使者 称为说谎者 你看看 博弈者的结局 是怎样的 他们中有信他的 有不信他的 你的主是知道 作恶者的 如果他们称你为说谎者 你就说 我有我的工作 你们有你们的工作 你们与我所做的事无干 我与你们所做的事无色 他们中有倾听你的 难道你能使 聋子稳道吗 如果他们是不明理的 他们中有 注视你的 难道你能引导瞎子吗 即使他们没有洞察力 真主的确毫不亏待人们 但人们却亏待自己 在他计合他们的那日 他们仿佛只在白昼 逗留过一会儿 他们互相认识 把与真主相会之说 成为谎言的人 却已亏损了 他们不是遵循正道的 如果我招视你一点 我所用来恐吓 他们的那种刑法 那么 我对他们却是全能的 设惑我使他们受众 那么他们只归于我 然后真主是 见证他们的行为的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使者 当他们祖中的使者来临的时候 他们要被秉公判决 不受冤枉 他们说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你说 我不能为自己主持祸福 除非真主抑郁 每个民族各有一个期限 当他们的期限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能耽搁一会儿 当其未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能提前一会儿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他的惩罚在黑夜或白昼来临你们 那么犯罪的人们要求 早日实现的是什么刑法呢 难道要他们的刑法 占领你们的时候 你们才皈依他吗 你们却要求他的刑法 早日降临你们 现在 你们却皈依他吗 然后 有人要对不义的人们说 你们尝试永久的刑法吧 你们只因自己的谋求 而受报酬 他们问你 这是真实的事吗 你说 你说是的 指我的主发誓 这却是真实的 你们绝不能逃避天前 假如每个不义的人 都拥有大地上的一切 他必用它做罚金 当他们看见刑法的时候 他们必怀恨 他们要被秉公判决 不受冤枉 真的 天地万物 却是真主的 真的 真主的诺言 却是真实的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他能使死者生 能使生者死 你们只被招归于他 人们啊 却降临你们的 是从你们的主 发出的教诲 是治心病的良药 是对信誓们的引导和慈恩 你说 这是由于真主的词汇和恩典 叫他们因此而高兴吧 这比你们所聚集的还要好 你说 你们告诉我 把真主为你们降下的吉养 你们把它分为 违法的与合法的 你们究竟是奋真主的命令呢 还是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呢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们 在复活日 做何猜想呢 真主对人们 却是有恩惠的 但他们大半不感谢 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 无论你送赌果兰金的哪一张经文 无论你们去做什么工作 当你们着手的时候 我总是见证你们的 天地间成微重的事物 都不能逃避真主的监察 无论比成微小还是比成微大 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中 真的 真主的朋友们将来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他们就是信道而敬畏的人 在今世和后世 他们都将得到佳音 真主的诺言是毫里不爽的 那却是伟大的成功 你不要让他们的胡言乱语 而使你忧愁 一切的权是归于真主 它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真的天地间的一切 却是真主的 守真主而祈祷许多配主的人 究竟凭什么呢 他们只凭一策 他们尽说谎话 他为你们创造了黑夜 以便你们在夜间安息 又创造白昼 以便你们在白天能看见东西 对能听忠言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们说 真主以人为子 光荣归于真主 他是无求的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你们对此事并无名正 难道你们可以 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忘说自己 不知道的事情吗 你说 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的人 是不会成功的 这只是今世的享受 然后你们只归于我 然后我将因他们的不信道 而使他们尝试严厉的刑法 你当对他们宣读奴哈的故事 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 我的宗族啊 如果我居住在你们中间 以真主的迹象教训你们 这时你们感到难堪 那么我只信托真主 你们应当和你们的配主在一起 决定你们的事情 不要让你们的事情成为暧昧的 你们对我做出判决吧 不要宽限我 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教诲 那么我未曾向你们所举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只归真主负担 我曾奉命做一个顾顺服的人 但他们称他为说谎者 故我拯救了他与他同传的人 并使他们成为代智者 而淹死了否认我的迹象的人 你看看曾被警告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在他之后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他们自己的宗族 他们曾用许多名证招式他们 但他们不会相信自己以前所否认的东西 我这样封闭过分着的心 在他们之后 我曾派遣摩萨和哈伦 带着我的许多迹象 去教化法老和他的险规 但他们自大 他们是犯罪的民众 当从我这儿发出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这却是明显的魔术 摩萨说 难道你们这样评论 以降临你们的真理吗 这难道是魔术吗 术士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说 你到我们这里来 想是我们抛弃我们祖先的宗教 而让你们俩称宗于国中吗 我们绝不会归信你们 法老说 你们把一切高明的术士都招来见我吧 当术士们来到的时候 摩萨对他们说 你们要抛出什么就快抛出来吧 当他们抛出来的时候 摩萨说 你们所表演的却是魔术 真主必使他无效 真主必定不相助破坏者的工作 真主将以他的言语 证实真理 即使犯罪的人不愿意 归信摩萨的只有他本族的描迷 他们害怕法老和他们本族 头目迫害他们 法老在地方上却是高傲的 却是过分的 摩萨说 我的宗族啊 如果你们信仰真主 你们就应当只信赖他 如果你们是归顺的 他们说 我们只信赖真主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让不义的民众迫害我们 求你依你的慈恩 使我们脱离不信道的民众 我曾启示摩萨和他的哥哥说 你们俩为自己的宗族 而在埃及建造些房屋 你们应当以自己的房屋 为礼拜的地方 你们应当谨守拜公 你应当向信誓们报信 摩萨说 我们的主啊 你把各种装饰品 和今世生活的各种财产 给予法老和他的贵族们 我们的主啊 以致他们使民众背离你的大道 我们的主啊 求你毁掉他们的财产 求你封闭他们的心 但愿他们不信道 直到看见痛苦的心法 主说 你们俩的祈求 却已被阴沉了 故你们俩应当继续传道 你们俩不要遵循 无知者的道路 我曾使以色列人渡海 于是法老和他的军队 惨暴地追赶他们 直到他将被淹死的时候 他才说 我确信 除以色列人所归信者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同时我是一个送福者 现在你才归信吗 以前你却以违抗命令 而且是一个迫害的人 但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 以便你做后来者的借鉴 多数的人对于我的借鉴 却是忽视的 我确意识 以色列人居住在一个安定的地方 并以加美的食物供给他们 他们的意见没有分歧 直到这种知识降临他们 复活日 你的主必将判决 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只要若你怀疑我所降噬你的经典 你就问问那些 常常在诵读你之前所降噬天津的人们 从你的主发出的真理 却已降临你 故你 莫 居于怀疑者的行列 切莫居于否认真主的迹象者的行列 以致你入于亏损者之中 被你的主的叛词 所判决的人 必定不信道 即使各种迹象都降临他们 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心法 为何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信仰正道 因而获得正道的批译呢 但优诺斯的宗族 当他们信道的时候 我曾为他们解除了 今世生活中凌辱的刑罚 并使他们暂时享受 如果你的主意于 大地上所有的人 必定都信道了 难道你要强迫众人做信事吗 任何人都不会信道 除非奋真主的命令 他以刑法 驾驭不明理的人们 你说 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 一切迹象和警告着 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批译的 他们只等待在他们之前 逝去者所遭的那种苦难的日子 你说 你们等待吧 我却是与你们一起等待的 此后 此后我拯救了我的使者们和信道的人们 我这样负责拯救一般信实 你说 人们啊 如果你们怀疑我的宗教 那么 我不崇拜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 但我崇拜真主 他将使你们受众 我奋命做一个信道者 并分明说 你应当趋向正教 你切莫做一个以物配主的人 切莫舍真主而祈祷 那对于你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 假若你那样做 你必定是一个不义的人 如果真主这样一点灾害于你 那么除他外绝无能解除灾害的 如果他欲降福利于你 那么任何人也不能阻拦他的恩惠 他把那恩惠降于他所抑郁的仆人 他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你说 众人啊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真理 却已降临你们了 谁遵循正道 谁自受欺义 谁误入歧途 谁自受欺害 我不是监察你们的 你应当踪从你所受的启示 并应当监人 直到真主判决 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遵循的 循玮